11月15日 以弓箭一帶一路與新疆發展為主題的 2021中國新疆發展論壇在北京開幕 這是中國時隔6年再度舉辦以新疆發展為主題的大型國際會議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蔣建國在致詞中說 過去6年新疆因西方反華勢力炮製的種族滅絕 強迫勞動等議題備受關注 蔣建國說 這些年新疆經濟快速發展 社會持續穩定 民生不斷改善 連續5年沒有發生暴恐案事件 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這些新景象讓美西方反華勢力坐不住了 新疆的新景象讓美西方反華勢力坐不住了 此日整齒目的 他們極投以江直華 以恐接華 通過搞爛新疆 以走擾中國發展強大 面對拔船或挑釁 我們堅決行為國家主傳安全和發展意義 予以堅決回擊和反制 得到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 國家和人民的理解與支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 自治區代主席艾爾肯兔尼亞茲表示 新疆所做的一切光明磊落 但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反華勢力 歪曲事實 無中僧有 大肆炒作涉降一體 妄讀抹黑新疆形象 破壞新疆繁榮穩定 干涉中國內政 遏制中國發展 對此我們表示強烈的譴責和堅決的反對 提及西方反華勢力 對中國新疆的抹黑 阿根廷駐華大使牛旺道 建議他們應該去新疆看一看 畢竟言見為實 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言見為實 大家都應該到親眼到新疆去看一看 可以看到新疆的繁榮 然後還有各族人民如何的和諧發展 曾經兩次到訪過新疆的 伊尼安塔拉通訊社 北京分社社長伊勒凡說 新疆的美景和人們的熱情令自己難忘 新疆的一切都在變得更好 在歷史上 地區完全消失了 新疆 新疆完全消失了 這次的情況是被困難的犯法 犯法 並沒有發生的犯法 在過去年 所有的 ethnic groups 都能增加了 能夠享受的確保 幸福和安全 蔣建國表示 發展是新疆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 2015年8月創辦中國新疆發展論壇 打開了國際社會 認識新疆的窗口 現在 新疆已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 是中國向西開放 發展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的重要一環 本屆論壇會期一天 分為主論壇與分論壇兩部分 約110名中外代表與會 分論壇則由工商界 文化傳媒界 學術界三場組成 5月以吻鼓人 他們沒有感敷 小組成 蘇 中 書